说天下事,解天下谜 大家好,我是贝奇 欢迎来到贝奇解说 2022年12月1日 Gmail的创始人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 说谷歌仅仅在一两年内就会被完全颠覆 2022年12月5日 OpenAI的现任CEO Sam Altman 发推文庆贺 仅仅开放5天的ChapGPT的注册用户 就超过了100万 并且这条推文的第一个回复是 埃隆马斯克问他平均每一条聊天信息的成本是多少 Sam的回答是只有几分钱的费用 甚至有人很夸张的说谷歌完蛋了 并且附上了分别指令谷歌和ChapGPT用Latex 写几条微积分所得出的结果对比 结果是ChapGPT直接给出运货 就是复制粘贴就可以交作业的那种 但谷歌却没有这个能力 到底ChapGPT是何方神圣 是什么让这玩意这么能干 居然能做世界顶级搜索大量谷歌所不能做的事情 我带着好奇也注册了一个ChapGPT的账户 玩了两三天之后 好像我也明白一点什么了 但是至于它是否真能厉害到把谷歌摁倒在地 可能你要耐心的听我讲完我对ChapGPT的初次使用的体验 首先这个叫ChapGPT的远见其实是一个网站式的聊天远见 是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和其他13位合伙人 在2015年创办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远见 不过埃隆马斯克现在好像已经退出OpenAI了 Chap就是聊天的意思 GPT就是Generative Pre-Trade Transformer 翻译成中文就是可生成式预顺转换器 就是通过预先设好的训练程序 生成类似人类语言的文本 所以ChapGPT这个读起来不是那么顺口的名称 其实从它的命名来看 就已经倒出了这款聊天远见的本质 但是今天我不打算讲一般人听不懂的东西 我就直接上我对这款聊天远见的使用体验 我在测试ChapGPT的过程当中 首先让它帮我按照我的要求写一篇文章 的确没有问题 并且真的写得非常好 层次和逻辑真的要比我们自己写得更加漂亮 这也是被最为广泛认可的优点 据说ChapGDP所写的论文 可以通过美国的SAT考试 GMAT考试 甚至是MBA的论文 都可以蒙混过关 写论文都那么强 那其他的各种文书就应该不在话下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个请假条 检讨书 求职信 辞职信 广告文案 年度总结等等等等 我觉得ChapGPT都可以做到 甚至你都可以试试让它看看能不能按你的要求 帮你写法院的起诉书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都可以试试看它能不能做得到 接下来是我要求它帮我写一个股票交易代码 它也能瞬间输出 随便写个游戏代码编个成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你甚至可以用它来查菜谱 各种常识 数理化公式概念 各种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 都可以帮你瞬间查到答案 这样一番体验下来 我不得不说ChapGPT真的是牛 同时我也发现ChapGPT也不是无所不能 对于比较严谨的科学类或者敏感的政治话题 好像也得不到答案 比如我问了他一个关于医学的手术操作问题 他就说出错了 还有问他2023年的股市会不会崩盘 他的回答也很老实 说作为一个语言模型 他没有这个能力来预测未来 所以ChapGPT也并不是什么都能干 并且我发现他的确也有短板 他所提供的信息更新速度之后 信息来源缺乏可塑性 而且也存在有错误 我发现的第一个错误是 当我试着把它写给我的股票代码 试着安装进我的交易软件的时候 我的交易软件居然不给通过 这就说明了要不是ChapGPT给我提供代码不标准 就是编写的代码有缺陷 不仅如此 就连简单的加减运算也会出错 这可能是美国人数学天生就不好的缘故吧 人家这边九年义务教育都允许用计算器 而我们小时候 我指的是18岁之前的小时候 我们所有级别层次的数学 靠的全部是我们自己脑袋 至于信息更新速度的落后 体现在当我问ChapGPT 微远给他投资了多少钱的时候 他没有提供相关的回答 说微远没有公开对OpenAI的投资 很显然他的信息存储存在缺陷 或者没有及时更新 第三就是ChapGPT所提供的内容 没有给我们提供溯源根据 直接就给你个答案 这个答案没有来路 没有溯源 这样的信息可靠度就会很低 万一他提供的信息 就是一个不严谨的机构 或者某个人随便写的呢 没有溯源根据的信息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 只是鸡肋而已 而且也有风险 万一涉及版权的话 我们又找不到出处和根据 那到最后 那我们就只能吃哑巴亏 所以ChapGPT 如果只是拿来玩玩而已 没事 但是如果你就直接用作商用 用他生成的内容去做商用 恐怕你还是会有一不小心 就惹上大货的风险 那不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因为他所提供的信息的准确率 还没有达到百分百的可现度 但溯源这一块 在谷歌上确实做得非常好 所以ChapGPT想要代替谷歌 要把谷歌摁在地上 第一步首先要在信息溯源上 做的要比谷歌好才可以 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现在 微远目前已经是 OpenAI最大的投资人 2019年 微远给OpenAI的首次投资 就有10亿美元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的1月份 微远要宣布 给OpenAI追加100亿美元的投入 从目前公开的数据来看 微远还是OpenAI最大的外部投资人 所以有了微远 ChapGPT将来完全有可能 和微远的搜索引擎冰整合起来 如果真这样的话 对谷歌就一定具有杀伤力 因为和冰结合之后 ChapGPT在给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 也有了溯源的根据 甚至可以做到通过和同类内容对比 以后给我们推荐最优 如果真能这样 就不但是ChapGPT会变得越来越扭 同时也会救怀一直都被谷歌摁在地上的冰 一石二鸟 在科技界中我们永远不能说不可能 科技界的东西从来都是冷不丁 就从天而降拔地而起 OpenAI暂时还只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但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谷歌有着广泛的用户群 在全世界的谷歌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 谷歌有着巨大的网站索引以及复杂的搜索算法 谷歌成立1998年 经过25年的摸索和发展 已经和用户形成了非常严重的粘连度 而OpenAI刚刚开发问世的这款叫ChapGPT的人工智能聊天远件 要培养用户的粘连度 可能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在我看来 目前的ChapGPT最多也只算一个能帮我节省时间的助手 它只是按照用户发出的指令要求去完成任务而已 还不具有创新能力 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没有随机应变能力 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东西 所以即使有了ChapGPT 可能也不会真的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 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ChapGPT还没有办法瞬间超越谷歌 但是我还是相信谷歌一定会因为ChapGPT的诞生 而产生焦虑和压力 谷歌也一定不会停下脚步 谷歌目前也在研究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LA-MDA 就是Language Model for Dialog Application 类似ChapGPT 谷歌的母公司CEO在2月3日也表示 谷歌在未来几个月内 将推出自己的人工智能聊天远件 所以谷歌不傻 现在就说ChapGPT将要代替谷歌 可能为时尚早 不过也许5年10年之后 谷歌可能就没有现在那么受人重视了 科技的更新换代速度最快 甚至快过了我们的适应能力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是科技中最为真实的写照 好今天先到这里 我也被记得觉得我说的还可以 麻烦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